哈喽,大家好,我们经常吃洋葱,那么洋葱呢,一次都买一袋子,那么一不小心呢,很多都长发了牙了 那么洋葱发了牙以后呢,它会表皮非常的干燥,然后都瘪了 那么就很多朋友就不想吃了,就想扔掉 那么千万不要扔掉,我们把它种在地下 然后它们会长出一大串洋葱 其实这个葱和洋葱,它们的生命力都很顽强 你看这个洋葱,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都说,就是说不是放疫情吗 就把那个洋葱的厚的两头切了一下,然后放到那个地方 结果放了,我们初期两个礼拜回来以后,你看它摻出了一个大的 芽子,已经都长得很旺盛了,没有水,什么也没有 就放在桌子上,它自己就长得这么那个了 那放地下之前,你可以整个的这样放里边,也可以呢,就是说把它外边的这些皮把它去掉 看到其实都已经那个烂了 皮留着也可以,可以做肥料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的把它放在土里边 放土里边,其实你把外边的皮剥了以后,你可以放到一个杯子里边弄点水,它也同样可以生长 对,实际上你也可以把这一颗洋葱分成好几串 因为实际上你已经看到了,那么它是有三颗 你看我们可以看到,你看这个里边,这有一个芽 这边还有芽,那么中间是个主芽 所以呢,我们可以预测这一颗洋葱呢,它会长出来三颗洋葱 所以说呢,那么一一换三,还是蛮合算的 不是,长出来以后就像青葱一样的吃就行 就是说,那这个大树长高了以后,你剪掉以后 炒肉吃,葱爆什么东西都很好 种洋葱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占的地方比较少,就像葱一样的 所以占的地方比较少,所以你一块地就能种好多洋葱出来 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到YouTube搜索美国生活365 我们有上百个美国生活的视频和大家分享 请点击屏幕连结,订阅,转发,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